开跑两年多的十四禁烟令在行管令落实之后 人们注重防疫之下 似乎正渐渐被遗忘 形同虚设 随着收到网民越来越多的投诉 卫生部目前已经是展开行动 检查民众是否遵守防疫的同时 也对付违反禁烟令的烟民 卫生部长凯里已经早在推特上传了四张照片 显示卫生部官员对违反禁烟令的烟民开罚 他在推文强调 卫生部会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禁烟令 官员会经常出现在各大场所展开取缔 根据禁烟令 不论是香烟 电子烟或水烟 只要被发现在十次抽烟 民众可被罚款不超过一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两年 至于没有张贴禁烟告示的十四业者 则可被罚款不超过三千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六个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